Hello大家好,这里是星子 今天我们来用平底锅做家庭版的肠粉 做肠粉皮的必备材料是粘米粉和磷粉 几乎每个亚钞都能够买得到 食材的详细比例我会写在描写或者评论区里 欢迎大家先收藏起来 接下来我们准备虾仁馅 最好选择比较小的虾仁 能更快的熟透 稍微调味一下就可以了 不然等会儿蘸酱会变得太鲜 我还准备了上次做生煎没有用完的馅 等会儿可以做一个主角肉馅的 有时间的话可以切一点葱花 这样等会儿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 这是我做的第一条肠粉 立马就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是倒了太多的面糊 导致它没有那么容易熟 第二是把虾仁放得太中间了 没有那么容易卷起来 接下来让我们吸取教训 学习一下正确的做法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开中火 以防面糊很快就熟了 像我这样的大锅 放两巨勺铺满锅底就好了 摆虾仁的时候尽量靠近一边 捲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些老实的固定在长粉中间 盖上锅盖开中大火煎三分钟 我还借助了刮板 但是它是塑料的所以容易融化 还是推荐大家直接用锅铲 越大的锅铲越好用 第二个是不是看起来像模像样了很多呢 多做几次就会逐渐熟悉自家锅的细性 纯品也会越来越好看 接着我还用剩下的肉馅做了几个 最后我们就要做灵魂酱汁啦 我选了比较简单的配方 相信材料大家家里都有 如果要当做早餐的话 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好食材 这次我加了一些蛋液 感觉颜色和营养都会更好一些 我这个肉馅已经比较咸了 所以准备单独配上酱汁 需要的时候再蘸 配上一杯热饮早餐 在十分钟之内就完成了